大家好,Trisha,歡迎收聽安博足球快訊 星期一凌晨,二甲最後一輪繼續進行 烏甸尼斯將是主場面對祖雲達斯的挑戰 雙方最近兩次較量,祖雲達斯都可以笑到最後 加上現在烏甸尼斯已經無辱無求 戰衣更聾的祖雲達斯今次有望,全取三分 烏甸尼斯多年來一直都是二甲下游分子 今季他們一度在聯賽取得六連勝,排名製身前五行列 之後他們就陷入了長時間的低迷,球隊排名也不斷下滑 不過由於球隊前期累積了一定優勢,烏甸尼斯還是提前完成護級任務 臨近季尾,烏甸尼斯球員專注度也慢慢降低 過去三輪以下,他們全部都是吞下敗仗 上輪更是比同樣提前護級成功的沙蘭力坦那逆轉 看到烏甸尼斯全隊鬆懈到甚麼程度,大家有眼看 今季面對志在增禄不容有失的祖雲達斯 烏甸尼斯應該很大機會是主場輸球 陣容方面後衛斯格拿雅,被罰停賽,後衛伊波斯和前鋒 塞薩斯都是雙缺,而前鋒,帕芬迪要為國出戰 祖雲達斯過去曾經是伊甲霸主,之前兩個賽季他們都失管 不過,瘦死的駱駝比馬還要大 他們仍然是大多數球隊無法戰勝的巨人 今季祖雲達斯因為財務造假被購10分 伊甲積分榜上他們跌出歐古聯的區域 現在他們與第六的羅馬只相差1分 與第五的亞特蘭大相差2分 理論上,祖雲達斯仍然是有衝擊前陸的希望 而拋開被購的分數 其實祖雲達斯今季發揮並沒有太過失準 多次取得連勝並且戰勝過國際米蘭和亞特蘭大這些勁女 他們首循環與烏丁尼斯交鋒 以1比0小勝對手次循環較量 祖雲達斯顯然充滿信心 就算頭號射手華河域 目前受到傷命困擾,無法出戰 但對內還有米歷這些攻擊能力不錯的球員在此 今次面對手下敗將烏丁尼斯 祖雲達斯,細必,海旋易歸 陣容方面後衛,布雷馬和中場 普巴,還有前鋒,卡奧佐治 都是因傷缺陣 對手下敗